大麻路上黑色上衣男子 遭到兩名灰色上衣男子 聯手毆打 他以一敵二也沒有落居下風 伊賀索侯先把其中一個人 翻摔在地上 哥 你是在幹嘛 激烈的肉搏站就在車道上演 不少路過民眾都停車為觀 這大麻可以走開 這時倒地的灰衣男趁亂抄騎 把棍棒打在黑衣男臉上 將人打趴後 兩個人這才收手 準備上車離去 黑衣男起身後拿起手機 拍下車號 報警處理 街頭鬥歐發生在台中市 東區石甲路上 警方道場調查 被兩人圍攻的旅姓男子 因為變換車道 跟後方休旅車駕駛起口角 雙方在路中間下車理論 一言不合 當街開打 雙方於變換車道時發生糾紛 後於案發地點下車理論 同樣在大馬路上發生暴力衝突的 還有外送員和一名轎車駕駛 要怎麼打你的臉 拳頭嗎 沒有 他剛剛很多地上都是 真的很多 雙方因為聽證問題爆發口角 外送員疑似不滿 機車被推倒 跟白衣駕駛打了起來 兩個人互相揮拳攻擊 外送員先扶起機車 再拿出強力手電筒 不斷的照射對方 我剛停在路邊 我要倒車進去 我們要移車 他自己綠燈他停在我後面 他說說你為歸停車怎樣 你現在趕快爬了 我只是送餐而已 我停在旁邊 他就要下車來打我 警方到場時 兩人臉上和衣服沾滿了鮮血 一開口就是護空對方先動手 以護體傷害告訴 全案查後辣椒水手電筒 及鑰匙等證物 只是因為聽證問題 當街口角 雙方拿出辣椒水手電筒 鑰匙當其武器攻擊 最後雙雙掛彩互告傷害 TV新聞中部綜合報導